現在正是竹筍收割季節 但是筍農來到竹林裡 挖挖挖不管怎麼翻怎麼挖 就是找不到筍子 好不容易發現 可是有如挖到黃金一般 價格不菲 台南隆起栽種的綠竹筍 品質好遠近馳名 但今年乾旱嚴重 作物生長也受到了很大的影響 筍農採收的情況 跟去年相比就只剩下兩成 產量稀少之下 價格跟著飆升 往年的話 竹筍大概一斤是兩百八 兩百兩百八左右 那我們今年價格是 可以到達是三百一十元 現在想吃到筍子得花不少錢 要真正等到盛產 可得看老天爺的意思了 因為它如果沒有水 這個筍子是刮油油的 頂嘎嘎 水情嚴峻 台南的農作物相繼受到影響 來到台南梅嶺 放在農民的手上這顆 變得好迷你 今年的梅子產量 可說是近十年來最盛產的一次 但無奈長得再多也沒有用 缺少雨水 果實就是長不大 小小一顆 大概就只有五塊硬幣的大小 也賣不到好價錢 正常來說 竹筍應該有在那 五十塊硬幣的桌 不過竹筍應該有在那 五塊硬幣的桌 很小 所以 很優心 梅農跟筍農擔心生計受到影響 靠天吃飯的農民們 只能拜託老天爺快點給水 讓大地解渴 也解除缺水的危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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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